20世纪六十年代,美国曾花费三年时间精心培养匿名与特工,并策划了一场代号为69101的行动,只为刺杀毛主席,然而计划还没开始实施,就被我党用一招美男纪轻松化解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本期将为大家讲述老美刺毛计划背后的故事,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,我们接着往下聊。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计划中,毛主席将会在天安门楼上进行讲话,美国与国民党也是发现了这个机会,准备把定制炸弹放在天安门城楼,从而达到刺杀毛主席的目的,而此前他们原本的计划其实并非如此。 当初为了刺杀伟人,老美可谓是费尽心机,还特地派出情报局局长迈克密斯到台湾,和国军特务投资毛人凤一起商量如何暗杀。 在经过多次的商讨过后,他们最终决定选出一位女特工执行任务。 在他们看来,女特工不容易引起怀疑更方便伪装,可一时间上哪里找一个外貌出众会汉语,同时有心智未熟,亦培养的女性呢? 此时,毛人凤突然想到一个人,那就是国民党的重要将领李仲钦的女儿李莎。 李仲钦在解放战争中争亡,她的老婆周怠希承受不住打击,也早早离世,自幼孤苦伶仃的李莎当然是最好的人选。 为了保险起见,麦克密斯还特意把她带回美国,任她当干女儿,还为她改了一个新名字,阿特·李莎。 在长时间的洗脑之后,李莎成了一个极端的仇共分子,与此同时她还接受了很多格斗训练,例如近身格斗,持枪射击等。 李莎在这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,特别是在枪击训练中,百发百中的她还被称为第一女神枪手。 虽然身为女子却十分勇猛,没有输给其他男特工分号,因此她还有另一个称号,蝶血玫瑰。 麦克密斯本来想让李莎直接色诱毛主席,但是多次探查后觉得成功的可能性维护其微,于是又改变了主意,想让李莎去勾引中国男子, 让男子代替完成刺杀任务,到时候还可以把她当成替罪羊。 1966年,李莎在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后,终于达到了麦克斯密的要求,于是这项69101计划就被提上的日常,拍给李莎取了一个代号,胡仙。 9月初,在麦克密斯的安排下,李莎搬做一名华侨到达菲律宾,在当地寻找暗杀驻守,然而他们的一切行动都被我当看在眼底。 此前,我们已经获知了他们的计划,为了对付这个胡仙,总是决定以牙还牙,为他们示意出美男计。 于是,立刻派遣西南情报局成员黄国华,火速前往菲律宾。 当总是选黄国华,也是有原因的。 黄国华的父母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,由于叛徒的出卖,被美奖的特务分子残忍杀害,所以他对这些敌对分子十分憎恨。 其次,黄国华从小就跟着叔叔黄素文在菲律宾生活,之后才回到国内。 黄素文是我当非常优秀的特工,常年利用在菲律宾的产业作为掩蔽,为国内传递敌军在菲的活动信息。 在他的指点下,黄国华也在16岁时成为了我党的秘密成员。 小伙子不仅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中央,还接受了国家情报方面的培训。 另外,身体素质强,军事技能也过硬。 于是,在组织安排下,黄国华又获得一个新身份,那就是李仲信的治教好友黄福生的儿子。 以这个身份与李仲的接触,想想会更容易一些。 一些准备就去后,我们就开始了行动。 当时,白毛女各局在菲律宾有众多疯狂热烦,于是中国文化部在10月初前往菲律宾巡演,而黄国华则板座剧中的工作人员随行。 李仲闻讯后,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,于是也去观看了演出。 演出当晚,黄国华特意多次露面,吸引弧险的目光。 果然,样貌出荣的他,引起了李仲的注意,他一眼就被这位英俊青年给征服了。 演出刚结束,李仲就守在了剧院门口,黄国华出门往外走的时候,突然被人绊了一下,差点摔倒。 幸亏有人伸出手来,将他拉了回来。 他抬头一看,此人正是李仲。 日间这位女特工一脸抱歉地说道,对不起先生,你还好吗? 黄国华定了定神,回复道,没关系,是我自己不小心。 之后,他又装作被其吸引的样子接着问道,请问小姐,尊贤他名,住在哪里? 不知明天有没有空闲可以一起喝杯咖啡。 李莎看到鱼儿上钩,嘴角勾起一抹,迷人的笑容。 连忙说道,我住在海滨路18号,说完就转身而去。 第二天,黄国华就去了李莎的住处。 两人谈天说地,相交圣欢。 在接下来的多次约会中,两个相貌出众的年轻人相互吸引,感情迅速升温。 黄国华一直保持着痴情人设,两人很快就成为了恋人。 相处时,他无意间透露出自己是黄府生儿子的假信息,慢慢缓解了李莎的警惕之心。 而李莎毕竟接受过多年培训,想要取得他的信任,也不是义士。 他也曾独自试探黄国华,好在都被黄国华巧妙化解了。 后来,李莎先见对黄国华放下境界,想要带他件自己的义服。 麦克密斯可不好哄弄,为了对黄国华进行最后的考验,他又心生意气,让李莎不辞而别,独自返回美国。 另外,在住宅的门上刻下了伦敦二字,想试试看, 黄国华是不是真的痴情,看他会不会不惜一切代价,跑到伦敦找李莎。 得知这件事后,我当立即着手查找李莎的去向,并要求黄国华立刻跟去。 数日后,美方又故意安排李莎与国华在伦敦街头巧遇,然而刚一见面,李莎就掏出手枪, 对着他说道,你别再演戏了,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。 来伦敦之前,黄国华预想了很多场面,因此,面对此种情形,他也早有所准备, 于是镇定地说道,我费心千千万块来找你,只是想和你在一起。 没想到,你一上来,就说我是共产党的人,还拿枪指着我,如果你不相信我,就一枪把我打死吧。 李莎听完后迟疑了许久,最后还是把枪放了下来,带着黄国华去了特务基地。 之后,他被关在地下室里,日日夜夜地审问,最后凭借优秀的演技,通过了考验,首要成为远东情报机构的一员,并被列为69101暗杀计划的二号人选。 1969年7月,在麦克密斯兰台下,黄国华与李莎在纽约结婚。 9月中旬,这对夫妇遵找麦克密斯的指示,拿着装有炸弹的特殊手提箱,在中越边境跳伞潜入我国。 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,黄国华拿起一杯水喝了几口后,又体贴地将水滴到李莎面前,见丈夫已经喝过,他也放下了戒备,不过他刚喝完就昏了过去。 原来这瓶水中早就被黄国华下了迷药,而黄国华此前已经服过解药,之后他将李莎绑了起来,又制服了飞行员,让其降落在昆明附近,从箱子里取出定式炸弹,成功地完成了反暗杀行动。 可惜的是,在任务结束后没几天,他在公园里漫步时,被两个敌对分子残忍暗杀,黄国华小小年纪却肩负其重大的使命,单枪匹马地投身敌人的营地。 这份胆量足以让所有人为之震惊,正是有了像他这样勇士,如今的我们才生活在红旗下阳光里,让我们一同向他致敬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